醒目一响咱们是继续开书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敬逆将军傅德 率领着八骑兵距离巴德克山的都城 排租阿伯特可是越来越近了 虽然这傅德已经传下了将令 让这个三军呢在投书使团 从这个排租阿伯特回来之前呢 要缓慢的行军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一旦这使团回来 就证明啊这巴德克山韩国 已然知晓了这清军入境啊 并不是侵略他国 而是为了捉拿清剿大小合卓 这支叛军余部 哎这就算是出师有名了 要不然好名的 您这八骑军呢就进入了他国领土 这说不清楚 中国人嘛礼仪之邦 尤其是那会儿更是尊孔孟之道 干什么呀都得有由头 并且把这个由头要先告诉给你 跟现在的这个国际社会啊 它有区别 哎现在呢看谁胳膊的粗 通常都是先冲完你 再告诉你为什么 就在这个复得行军的路上 总是有巴德克山韩国的伯克 带领着自己的部众来投 哎您可分清了 这叫归顺 这可不叫归降 那这归降跟归顺 它有多大区别呢 这归降啊就是我服了 这以后呢就在您的军中听命 您让我干嘛我干嘛 可是这归顺不一样 这归顺呢是表示啊我服了 我回家等着去 您呢有什么用得上的地方啊在叫我 为什么我来跟您说一声呢 就是在战乱时期啊 咱们别闹误会 大军一到啊 您就把我们这也烧在手了 这就不合适了 所以说呀先跟您讲的前头来 您就比如说吧 这个南疆的霍吉斯伯克呀 恶队伯克呀 这都叫做归降 俨然的嘛 他们都在军中效力 并且在战争结束以后啊 也能获得到更多的利益 哎我为您这朝廷啊出力了吗 所以这些呀都是我应得的 哎您像这些个伯克呀 他只不过就是归顺 大不了弄一个呀 战争以后 哎原来干嘛还干嘛 图的就是一个这战争之乱 不波及到自己也就罢了 先头啊 投奔来的一个伯克 叫做上网苏尔 说白了这伯克呀 官不大 哎也就是个小村官 他跟这个傅德所陈述的情况啊 还基本属实 这傅德局这个人呢 还算老实 那没过多久 又来了一个伯克 这位伯克的名字呀 始料不及被采 只知道他呀 是西克南的伯克 他跟这个傅德介绍的情况啊 就多少有点胡了天了 他说呀 他们的大汗 也就是巴德克山韩国的大汗 在这地儿啊 我得给您多教的一句 其实前两天呢 我就想跟您说明了 人家这个地儿啊 他就叫巴德克山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全称 他不叫巴德克山韩国 为什么我总是强调 巴德克山韩国呢 是怕您呢 跟巴德克山地区 这两个词啊 弄混咯 巴德克山韩国呢 就是现在阿富汗的 巴德赫上省 巴德克山地区可大了 整个帕米尔高原的一角 都叫巴德克山地区 西克南伯克说呀 他们的韩王 接到了这个清朝 下的习文诏书 立刻就出兵迎接的大小合作 怎奈呀 没打过 于是呢 就把他们堵在了一个山口的小河边上 再王细了问呢 这位伯克呀 支支吾吾 就有点啊 这前言搭不上后语了 所以这傅德觉得 这个伯克跟自己讲的这些情况啊 哎 那水分很大 也别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了 现在呀 我这儿啊 也别缓慢行军了 于是传令三军 让这个大队人马 兵分先后两路 直奔巴德克山的都城排租 阿伯特 咱们先放下这个傅德行军不说 咱们得说说呀 这大小合作了 那么说跟傅德汇报的西克南伯克 他说的是真的吗 哎 他说的呀 还真是瞎话 这一定啊 是和他们大汗呢 串通好了 来到这个清军营中的混兵之际 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 这真实的情况啊 是7月26日的时候 这大小合作就已然跑到了排座阿伯特 那么说他们真的是要去卖家朝圣吗 哎 这小合作货极战呢 压根就没这么想过 他之所以在路上啊 和这一些拦截的伯克说 自己呢 是要去卖家朝圣 完全呢 就是路过巴德克山韩国 所以你们呀 对我不能有阻拦 我们呢 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危害 可是到这儿啊 可没有必要说瞎话了 这见着真神呢 您就得烧高香 别拿这个草街的对付 虽然这大队人马呀 到了这个排座阿伯特城下 可是也进不了城 你想进去 人家守城的兵兵也不让你进 好家伙的嘞 您这个拿刀动胀的好几百人 进了我们的城 您这是要干嘛呀 突然间就来了一支军队呀 人家城上是不得不防 那么说现在这大小合作的队伍 还有多少人呢 这史书所在呀 大概有四百人左右 可是我想啊 上马打仗了 就得有四百人 还有相当的队伍啊 是随众 就是包括大小合作在内的家眷 以及仆人 您瞧啊 这往往这事情啊 它就是这么寸 巧了 也就在这一天 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六日 这富德派出的史结团 就是那个以侍卫萨姆坦为首的史臣团 也来到了排座阿伯特 和这个大小合作可不一样 这视为萨姆坦呢 那可是大摇大摆的就进入了排座阿伯特城 很顺利的就见到了他们的大汗苏勒坦 咱们还得再交代一句 这个大汗呢 是当时清朝人对人家这个头人的称呼 实际上这位头人呢 在人家当地语气里称呼为苏丹 并且呢 这苏勒坦呢 就是苏丹的意思 之所以这么称呼人家呀 那完全是因为当时清军队伍当中的通义 也就是翻译呀 这外语水平啊 它不在二无眼以上 它也不在二无眼以下 这正在二无眼上 史臣萨姆坦见到这个苏丹之后啊 挺客气 先给啊 这苏勒沙坦行了礼 有人说你静胡说 这上帮之臣呢 就是下帮之主 哎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您完全是这评书听多了 你再怎么以为自己是天朝大帮 既然向对方派出使臣 最起码呢 在礼仪上就得平等 所以啊 这使臣见着人家的国王 他就得行礼 萨姆坦呢 向这个苏勒沙坦大汗呢 宣读的可不是国书 宣读的是什么呀 是这个静逆将军的大将军御 原因很简单嘛 他本来啊 也不是乾隆皇帝派来的 他是这个静逆将军傅德派来的 虽然他现在肩负这个使臣的使命 但是他确实没有国书 于是他就把这个傅德的大将军御呀 就交给了这个国王 这苏勒沙坦打开一看呢 上面写的很清楚 逆贼祸及战 受大皇帝深恩得回故土 乃反复叛逆 枪害大臣 今遂大兵进脚 一等望风逃窜 我并若深入耳地 久以秦祸 因不仁以逆贼之故 惊扰无罪之部落 是以前十小事 而等素为秦祸 您瞧了吗 傅德下的这道大将军御呀 这里边啊 虽然就这么几行字 但是啊 连吓唬带哄 还外带说瞎话的 不过呢 这里边啊 他也有真实情况 他说呀 这祸及战 受了这个乾隆皇帝的大恩 得回故土啊 俨然嘛 他们原来呀 是准干尔韩国的囚犯 是人质 乾隆皇帝发兵 北疆征讨了准干尔韩国 这才把他们两个放出来 这两个人呢 太没心了 不但不知恩图报 反而啊 起兵造反 是意图分裂祖国 哎 在这个士可忍 孰不可忍 孰忍 神也不忍 神忍了 乾隆皇帝也不忍的情况下 这清军呢 才发大兵进脚 这大军一到呢 自然是摧枯拉朽 我们很容易的 在南疆这片土地上 就取得了空前的战况 把他们打跑了 哎 这黑水营被围这事啊 哎 他就没提 那如今呢 他们呀 领兵啊 跑你们这来了 我们这八旗兵啊 碍于外交礼 这大皇帝呢 哎呦 不忍啊 让你国这些 无罪无辜的部落呀 受到战乱的袭扰 所以说我们呀 才没直接发兵 进到你国家 来清剿逆贼 所以你们这巴德克山呢 就得懂事 赶紧的 把这大小合着 秦货 省捆所绑 押到这个清军大营啊 这才是你们下帮 小国的本分 这韩王送了沙坦 读完了这封大将军狱之后啊 他可就有点作牙花子了 虽然呢 来的这个大清使者 这苏木坦大人呢 看着挺客气 虽然呢 这使臣挺客气 可他也知道 离此不远呢 还有一支清军 在那虎视眈眈 正等着呢 一旦呢 他要是跟这个使臣说呀 这事他不管 你们爱怎地怎地 跟我没关系 这展演之间呢 可能大军就杀到 到时候 他是不是捎带手 就攻进城来 我也保不齐 但是呢 要真抓这个大小河卓 献给清军 他有更难的难处 至于是什么难处啊 咱们等会再交代 既然挤兑到这份上了呀 那就贼起非智 这大韩呢 只能先装糊涂 这挺大的韩王啊 只小游户鲁叫我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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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河卓 他竟然有这么重的罪呀 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我还真不知道 实际上他能不知道吗 离此不远的南疆 这仗一打打了两年了 我估计他们听说 这大小河卓呀 在这个南疆圣寨 真实的情况是啊 他们背地里 肯定是拍手叫好 因为都是叫门中人嘛 可是这会儿啊 这大兵压静了 他也只能装糊涂了 这苏勒沙坦就说了 哎 既然如此啊 那我们必须啊 把他们的人 也叫到城里来 咱们来个三方对峙 只要您能问的他们一个 理屈词穷 到时候咱们立刻是神捆所保 就把他们呀 拿下了 这萨姆坦一听 这事儿用这么费事吗 可是这大汗既然提出来了 那就这么办吧 于是这大汗一封诏书 就让这个大小河卓 赶紧派人 进得城来呀 与这个清军使臣 是三方对峙 要说真有这个必要吗 哎 还真没这个必要 那什么叫做三方对峙啊 那自然是谁个不个粗啊 谁有理啊 这大兵啊 已然压境了 这大汗心里明白着呢 城破之后啊 王不王国的 哎 那倒不好说 这大清朝廷啊 还真不一定 对这个巴特克山 韩国这片土地有兴趣 但是到时候啊 这苏丹呢 我估计是得换人了 覆巢之下 岂有玩乱乎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办呢 拖延时间 想办法呀 其实啊 在这个大小河卓 投到 排租阿玛特之前呢 这大汉 苏勒沙坦 他早就知道 这河卓兄弟啊 带着自己的残部 逃进了巴特克山 那至于怎么办呢 他自己拿不了主意 咱们都知道啊 所有教门控制的国家呀 那都是政教合一 他不光是国王博客 这么简单 哎 这国王管大博客 大博客管小博客 这是士族官职的系统 在这教门国家呀 还有另外一个系统 什么系统啊 宗教 人家呀 还有大毛拉 大阿红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呀 这大毛拉大阿红 可比这些博客呀 在民众当中说话 又有微信的多 所以说这会显出来呀 在这教门国家里 这国王啊 是毕时来了 哎 这毕时啊 不是这苏丹呢 就把呀 这个大毛拉大 都召集到了一起 跟他们呀 商量商量 这事怎么办 这大小合作 从南疆啊 眼看就要逃来了 他们在路上和拦截的博客们说呀 哎 他们是要去卖家朝圣 可是啊 这简直就是放屁 他们就是想跑到咱们这来呀 正直逼那 咱们是收啊 还是不收啊 可是啊 在早先啊 这大清国可就传过消息来了 让咱们一旦见着这合作兄弟啊 无论想什么办法 最后啊 必须得是神捆缩绑 送到清军大营 因为这两个人呢 在人家那定为了反贼逃犯 我现在呀 拿不准主意了 咱们呀 还是大伙上着来 您各位看看怎么办 咱们共同拿主意吧 实际上这韩王的意思呢 是逮着大小合作献给清军了事 这种想法和举国上下的博客们 也就是这些世俗官员们啊 想法基本一致 那这些人呢 是为了保卫家园 保卫财产 这大韩呢 他心里门清 这大小合作之所以 想赖在自己的国家不走 就是想伺机回到南疆去复国 重新呢 去点燃他们那个 叶尔枪韩国的梦 这哥俩 现在对自己而言呢 屁利用价值都没有 据说呀 开始出逃的时候 身边还带着两万多随众 这当然是不错的 这人呢 肯定是主要财富 能劳作 能打仗 不过呢 听说前一阵子呀 打了一仗 大小合作首席的这些部众啊 又纷纷投降了大清 又回到了南疆 现在想想这合作兄弟身边啊 唯一的闪光点呢 可能就是随身携带着一点福财 那我要是把他们留下呢 这些个财宝啊 那不一定是我的 我要是把他们除掉 献给大清呢 哎 大清国那边 我落了个好人缘 我帮着伯格达汗 擒住了贼手 这八旗兵还好意思 把这点福财也要走吗 您瞧了吗 这大汗呢 他把这点心眼啊 全用这儿了 可是这群宗教领袖啊 刚听他说完 立刻就撞了 怎么着 您那我的汗王 您竟然想 把这个合作献给卡菲尔 要真这么办呢 还别说实施 就是想想也应该身受72次火刑 这苏勒坦听完呢 就捉了下牙花子 心话说 我有没有那么大的罪呀 这火刑一次就死了 就成人渣了 72次得烧成什么样啊 这大毛拉呀 指着这个大汗的鼻子说呀 您作为这个宗教国家的领袖 怎么能拿圣意开玩笑呢 动不动就敢想 把这个圣意献给卡菲尔 这可是大罪 我们可不敢 并且呀 作为宗教人士 我们有义务拯救您 所以说把大小合作 秦活献给大清啊 这事我们不干 我们呢 也不能让你干 可是苏勒沙坦说呀 那俨然的嘛 这大小合作一到啊 紧跟着他们呢 就是清朝的大军 这大军一到啊 攻城拔寨 咱们呢 也没有能力抵抗啊 这帮的宗教领袖 一听国王这么说呀 干脆耍上无赖了 哎 您要是这么执着 那可别怪我们了 我们呢 就领着各自的信众 在城里放火 这国王说 你们还要烧王宫吗 这帮人说 我们烧王宫干嘛呀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 我们烧寺院 烧礼拜堂 这苏勒沙坦一听啊 害怕了 别去别去 烧了咱们住哪啊 这帮人说住哪啊 烧了之后我们走 我们呀 不跟您玩了 我们呢 就领着自己的这些信众 去卖家朝圣了 到这个万能的主 万能的神跟前啊 去控诉你的罪行 至于这遭报应这事 这国王可能啊 他也没放在心上 因为他知道吗 这报应啊 他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来的 关键是成了光杆司令 这件事啊 他挺可怕的 还没等清军杀进城来呢 自个儿就先屠了城了 所以说呀 现在这苏勒沙坦 是两头为难 所以才想出了 在王宫之内 三方对峙的主意 很快啊 这小河卓这边啊 也派人来了 派的是谁 老朋友了 谁啊 厄斯门 就是在去年年底啊 和这个阿卜都克勒木 一起去偷袭和田的厄斯门 二楚尔一战呢 这阿卜都克勒木被击毙了 这厄斯门呢 侥幸逃脱 和这大小河卓 就逃到了巴特克山 这小河卓一听啊 这城内的大汗 要三方招队 所以说呀 就把他派来了 那么说这三方对岸 又能对出什么结果来呢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侍卫萨物坦 要以言舌辩 才问得这霍斯门 一个哑口 无言